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顶流 然而事业巅峰时期 他却毅然决然选择离开 如今退圈多年的顶流男神 却落得晚年凄凉的地步 二婚妻子改嫁好兄弟 年过六时他还孤身一人 再次付出却只能给十八线小演员作配 全网人气不如网红 娱乐圈最惨男神非他莫属 他就是林俊贤 消失十八年之后 再次出现的林俊贤满头白发 自报说曾患上严重的皮肤疾病 无法进行染发 染发后整个脸都会变得又红又肿 十分难看 而且由于这个病没法彻底根治 所以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林俊贤一直都是白头发出镜 没有染过头发 可如今为了事业和生活 他却不得不去将头发染黑 林俊贤是家族里的异类 虽然出身于商业世家 却对经商毫无兴趣 他一心想成为偶像达斯丁霍斯曼那样的实力派演员 1982年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报考了第十一届无线议员培训班 出众的外貌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 让他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和梁朝伟 欧阳振华 周星驰 吴振宇成了同学 培训班毕业之后 全班七十多人只有二十人成功签约留在无线当演员 林俊贤就是其中之一 林俊贤刚出道不久 就和刘德华合作了电影《灵奇》 他在《灵奇》中的出色表现 让TVB高层记住了他 娱乐圈一直有句智力名言 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林俊贤或许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命中戴红 1985年 刘德华想将发展方向转向电影圈 这与TVB安排的路线相反 因此被TVB血藏 之后 相貌演技俱佳的林俊贤则成了TVB力捧的对象 一年后 林俊贤和黎明合作了电视剧《男儿本色》 他凭借徐江这个角色一夜爆红 被观众们评为香港第一美男 一部登天成为了TVB一线演员 资源好到爆炸 之后 林俊贤还和王祖贤陆续合作了《法忠情》 《潘金莲之前是今生》等影视剧 一度和王祖贤成了备受欢迎的荧幕CP 自此 林俊贤的心路仿佛开了外挂 一路顺风顺水 彼时 他同期的同学中 吴振宇还在街边卖玩偶 周星驰在儿童台当主持人 也只有梁朝伟能和他并肩 1993年 林俊贤和张曼玉合作了《飞跃迷情》之后 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情深道来生》 没多久他又签约了《少师电影》 成了影视歌《三夕全能艺人》 彼时他还放出豪言 一定要拿个奥斯卡奖 一时间 林俊贤在香港的人气远超刘德华 男女老少通吃 成了新一代偶像 坊间传言 女神林俊贤也曾拜倒在林俊贤的盛世们言下 据说当年两人一起合作时 日久生情 林俊贤主动表白 没想到却被林俊贤拒绝了 只因为林俊贤当时一心想发展事业 1994年 林俊贤开始向台湾发展 出演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 他演的李世民《风神俊朗》 一度成为很多影迷心中的白月光 他也凭借这个角色 红遍海峡两岸 这部剧一度让他的事业走向顶峰 就在粉丝期待他能早日拿奖 走向更大的舞台时 林俊贤却突然宣布 赚个五千万就退出娱乐圈 是什么原因让林俊贤甘心放弃热爱的演艺事业呢 这就要从一段绯闻说起 1989年 刘嘉玲和林俊贤合作了电视剧《上海大风暴》 通常一部新剧享有热度 炒CP历来都是媒体的首选方式 在《上海大风暴》中 刘嘉玲和林俊贤的感情线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于是在宣传的时候 剧组开始炒CP 电视剧是被炒热了 然而却给林俊贤带来了无尽麻烦 一次舞会上 林俊贤和刘嘉玲跳开场舞 原本两人只是正常跳舞 结果当天就有八卦报纸说他俩恋情曝光 在舞会上打尽骂俏 好巧不巧的是 那次舞会徐静恒也在 于是媒体抓住机会开始大肆报道这段三角链 彼时 刘嘉玲和徐静恒已经交往一段时间 一心以为能嫁入豪门的他 在一次节目中自爆 将和徐静恒结婚 不想徐家人不给面子 直接忽略没有这回事 徐静恒本人不直接回应结婚事件 也不选择分手 总之两人就这样藕断死脸 一直没有断干净 于是 林俊贤莫名其妙地成了第三者 因为林家和徐家都在商界发展 难免两家会有交集 林俊贤只能出面成亲 和刘嘉玲没有关系 只是媒体一向不会听当事人的话 有一次 林俊贤和刘嘉玲一起去拍宣传照 工作结束之后 剧组人员邀请他俩一起去看电影 然而当天在电影结束之后 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从电影院出来的照片 第二天 林俊贤 刘嘉玲约会看电影的新闻 就上了报纸头条 报纸上还配了两人一起出电影院的合影 这一下 物证都有了 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爆出绯闻 林俊贤第三者的帽子是坐实了 之后又有媒体爆料 刘嘉玲当时的男朋友是梁朝伟 三角链就这样变成了四角链 为了批清关系 林俊贤直接对媒体说 宁愿喜欢男人也不会和刘嘉玲在一起 被扣上第三者的帽子让林俊贤很反感 家里也开始催他退圈继承家业 没多久他就宣布赚购五千万就退出娱乐圈 这下媒体又开始把他退圈的原因 归结为爱而不得 殷勤商退圈 这次的绯闻事件对林俊贤影响很大 也让他意识到娱乐圈是一个是非之地 为了能早日赚个五千万然后退圈 林俊贤开始了锦罗密胡的工作 五年拍了17部戏 1996年他拍完电视剧《孙子兵法之战国传奇》之后 正式退出了娱乐圈 然而可惜的是那段时间他只追求了高产 没有好好打磨角色 所以李世宁也就成了他演艺生涯中唯一的经典角色 退圈之后林俊贤投身伤害 只是他的好运气似乎都留在了娱乐圈 隔行如隔山 虽然林俊贤演过很多商界精英 但是现实生活终究不是演戏 彼时他万万没想到 投身商界会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1995年 圈万混血女友温迪陪着他一同前往台湾 彼时林俊贤在唐太宗里市民剧组拍戏 温迪就骑着自行车 大街小巷的为他找当店美食 两人恩爱的样子 曾一度让剧组的其他人羡慕嫉妒 只是当初两人有多甜蜜 后来就有多虐心 林俊贤退出娱乐圈之后 火速和温迪结了婚 并接手了家业 他虽然出身商业世家 但经商的天赋着实一般 而他前些年又将精力都放在演艺事业上 天赋一般再加上后天努力不足 没多久因为经营不善 林俊贤的公司破产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破产后林俊贤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 温迪觉得和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 于是提出离婚 独自带着女儿去了国外 妻子的离开让他意识到不能再退肥下去 他决定从头再来 带着仅剩的钱去了投资公司 开始学习炒股 想通过炒股来翻盘 当时股票行情不错 没过多久林俊贤就赚了一大笔钱 东山再起之后 他遇见了第二人妻子 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只是好景不长 金融危机爆发 林俊贤一个决策失误 股票赔了个金光 这次的失败让他精神压力过大 情绪不稳定 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情绪失控 儿子在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妻子忍无可忍 带着儿子和他离了婚 没过多久 二婚妻子就嫁给了他的好兄弟 黄紫阳 还让儿子改姓黄 此后十多年儿子都没和他亲近过 那年林俊贤47岁 一夜白头 妻里子散 身无分文 2009年有网友爆出 林俊贤在深圳租一个月三千元的房子 和其他住着豪宅的明星相比 林俊贤确实稍显落魄 沉寂了几年之后 林俊贤决定重回老本行 2014年他和苏友鹏合作了电影《最佳嫌疑人》 电影上映后反响频频 曾经的香港第一美男早已无人认识 之后他又陆续出演了《白色休止服》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等影视剧 不过都是一些配角 戏份很少 赚了一些钱以后 林俊贤在深圳开了一家影视传媒公司 2015年 林俊贤抓住了互联网红利器 开始涉足自媒体和电商行业 每次出席活动 林俊贤身边都围着一堆网红 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网红杀手的称号 眼看着林俊贤的商业帝国越来越大 谁知年底的一次天灾 影视行业受到冲击 他又赔了不少钱 61岁的林俊贤不得不再次进入娱乐圈重新打拼 去年4月 林俊贤出现在电影《蛊惑风云》的开机仪式上 一头白发已经染成了黑发 如今为了工作 迫于无奈 他只能冒着旧病复发的风险将白发染成黑发 尽管如此 林俊贤在《蛊惑风云》这部电影中 依旧只是一个配角 男主角是只演过网剧《欲望森林》的李盛雄 林俊贤的境遇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 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曾经的娱乐圈天选之子 如今却成了网红 沦落到给十八线小演员作配 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 他还在打拼事业 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时常能看到他宣传自己的工资以及影视剧 然而评论的人却寥寥无几 昔日男神已经成为过去 如今他社交平台的粉丝才49万 还不如一些网红人气高 在事业巅峰时期 他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投身伤害 虽说这么多年 他经历了各种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曾经的选择 在外人看来 林俊贤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但于他而言 选择没有对错 即使错了 他也有勇气承担这些后果 惊喜也好 失望也罢 一切都是生活的馈赠 无论选择哪一条 都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